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内蒙古东南部有一片叫做克尔沁的沙地 那里的沙丘连绵起伏 一眼望去就只有一些低矮的野草 零星地生长在这片沙地上 早年前的一个夏日 一只商队在这片沙地里行进 炎热干旱让这些人渴得 这个嗓子眼都冒了烟 就在这时一个水泡子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水泡子是当地的叫法 指的是面积不大的湖泊 或者是面积比较大的水坑 只见这个水泡子水体清澈 周围还有茂密的植被 在干旱的沙地当中能够遇到这样的水泡子 那绝对算是幸运的事 可是让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们打算到湖里取水 一解口渴的时候 发现水面上不时会冒出泥川川气泡 更不可思议的是 不远处竟然还有一团蓝色的火焰 在湖面飘动 一群人以为自己见到了鬼火 赶忙逃离了水泡子 后来他们从附近的牧民那里得知 那些冒出的气泡是一种有毒的气体 因而当地人都管这片水域叫毒水泡 那这处毒水泡 到底位于克尔沁沙地中的哪个位置呢 水面上又为何会出现蓝色火焰呢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 我们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克尔沁沙地 展开台群 克尔沁沙地 位于大兴安岭东南路 西辽河平原和松嫩平原西部 横跨内蒙古 吉林和辽宁三省区 总面积50,600多平方千米 考察组初到克尔沁 正值盛夏 这里的天际一望无影 草原辽阔无边 天地之间 驰骋奔腾着蒙古族人心中最好的伙伴 蒙古马鲁 走坊中 考察组发现 这里的人们仍然保留着古朴的生活方式 制作出醇厚甘甜的奶豆腐 便是他们一天生活的开始 牧民将发酵好的酸奶倒入锅中 用大火进行熬煮 二十多分钟后 做好的奶豆腐被放入炉具中晾干 我看您这个奶豆腐上有好多像牛啊和羊的这个图案 牧民告诉考察组 双河尔是村旁的一座山 当地人相信 正是因为有了双河尔山守护 这里的水源非常洁净 制作出来的奶豆腐也十分爽口 可是就在距离双河尔山十几千米外的一处水泡子 就显得比较奇怪了 牛羊从来不敢喝里面的水 那里会不会就是考察组想要寻找的毒水泡呢 告别牧民一家后 考察组驱车一个小时 来到了牧民所说的水泡子进前 这些牛羊虽然不愿饮用这里的湖水 但对岸边的泥土却十分感兴趣 那你知道为什么它会舔这个土吗 对 它这个羊是天天都来舔这个粒吗 必须来 必须来 难道湖边的泥土中 含有某些特殊的物质 正在疑惑之际 我们发现 就在湖泊的另一边 有一片干涸的土地 它死了 随后 考察组又发现了更多的螃蟹尸体 牛羊不喝湖中的水 岸边出现大量螃蟹尸体 在仔细观察了这片大面积的白色荒地后 随行考察的专家王贵 有了初步的判断 这就是盐碱地 这盐碱地 这块原来就是所谓的湖泊 就是水泡的 现在就是说已经干涸了 把这个地面都露出来了 这个就是说 这个盐碱土 放白的这些东西 为了对水中含有的物质 有所了解 考察组将水样 带到相关部门进行了检测 结果显示 水中的纳米离子含量稍高 这会导致湖水发苦 因此动物们不愿饮用 随后考察组了解到 当地有一些牧民管这个湖泊叫苦水泡 湖水虽然口味苦咸 无法直接饮用 但是牛羊却喜欢填饰岸边泥土 从而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盐分和矿物质 一个叫苦水泡 一个叫毒水泡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通过走访考察组发现 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苦水泡位于沙底当中 里面的水苦涩难喝 周围是大面积的盐碱地 而传闻中的毒水泡 除了湖面上会出现蓝色火焰 还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个是周围有茂密的植被 一个是水面上会不时地冒出气泡 那克尔沁沙底里 有没有符合这些特征的湖泊呢 走访中考察组了解到 不远处有个叫大清沟的地方 那里的一汪水潭 还真就有这两个特征 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克尔沁左翼后起 阿古拉镇西南方向 大约65千米的地方 总面积约为83平方千米 这是一条隐藏在沙海腹地中的绿色深谷 其四周是广袤无垠的沙地 沟内却拥有保存完好的 古代残疑森林植物群路 茂密丛生的草木间 清澈的溪水日夜不停地流淌 与低洼处汇聚成潭 刚刚进入大清沟没多久 考察组就察觉到 不远处的草丛在不断晃动 拨开草丛 我们看到一只母野猪正在捕育它的幼灾 向导介绍 野猪是大清沟里较为常见 并极具攻击性的动物 但只要不去触碰它的幼灾 并保持一定距离 被攻击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小心翼翼地绕过野猪 考察组来到了大清沟沟底 这里绿树成荫 清脆浓郁 资料显示 大清沟的深度接近100米 长度超过10千米 在茫茫沙漠之中 为何会出现一片如此茂密的绿色森林呢 专家首先对大清沟的土壤进行了考察 看看这个土 这好像不像土 这是风机沙 风机沙 这不是土 大清沟沟底竟然是一种风机沙 堆积而成的沙层之上 为何还能生长出如此大面积的林木植被呢 这时 溪流边一个小水坑 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冒水泡的水坑 它下面的水在不断地上滚 我们用力踩下它周围 它会不断有气泡往上冒出来 难道这个水坑就是毒水泡吗 考察组找来了将近一米的树枝 打算对水坑的深度进行测量 好深啊 这个 它浮力好大 它陷进去了 我根本就扒不上来 太费力了 这个树已经摸到我的膝盖了 大家看我这个沙子 水面已经浸到我的小膝盖骨了 眼前的水坑似乎翻滚得越发厉害 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火焰 这时一位队员又找来更长的树枝 拿这个看一下深度 看它有多深 小心啊 好 好 好 哇 这好深啊 现在基本差不多 哎呀 还能走 还能走 哇 整个木头都要没过了 接近三米长的树枝 很快就被全部吞没 整个木头都已经没过去了 嗯 好 这能打到三米多 走 哇 哇 哇 这样的情形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有些意外 专家对水坑的水温进行了测量 看一下水温多少度 现在是12摄氏度 嗯 12度 根据测得的水温和不断冒出的气泡 王贵推测 这是一口上升泉 它翻水花冒气泡 它应该上升泉 上升泉就是由成亚水形成的 就说明咱们这个地方有隔水层 它不透水 这个水在那个自身压力 和这个上边那个延长的压力 这种下它产生了水压差 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 就冒出地表了 涌出来了 大清沟一带存在连续分布的隔水层 因地壳上升 隔水层出现裂隙 承压水就以泉的形式流出地表 才有了眼前的现象 通过查阅资料 考察组得知 大清沟内分布的上升泉 竟有成百上千 专家推测 正是得益于这些源源不断的泉水 茫茫黄色沙海中 才会出现一片生机勃勃 绿意盎然的森林 同时专家断定 大清沟中虽然植被茂密 但这些由上升泉形成的小水潭 并不是传说中的毒水泡 看来 要想找到会冒出火焰的毒水泡 考察组还要寻找更多线索 离开大清沟后 考察组遇到了一位 名叫阿拉坦巴根的老人 这位老人一人一勤 用歌声讲述着 克尔沁草原上的传奇故事 对于我们在寻找的毒水泡 阿拉坦巴根说 他有所耳闻 在东北方向的一片荒漠沙地中间 有一汪被树木环绕的湖泊 那里很可能 就是考察组要寻找的毒水泡 根据老人的指引 考察组一路向东北方向行进 脚下碧绿的草场逐渐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沙地 直到黄昏时分 我们也没有遇到任何湖泊 第二天一大早 考察组四处走坊打听 终于在一个村子里 找到了一位见过毒水泡的村民 您好 您打听个事 您知道这个沙漠中有一个水泡子吗 知道 知道 你要去我带你去开车 前行了大约两个小时后 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温度开始上升 汽车从一处低洼地刚冲出来 准备翻越一根小斗坡时 孙胎就陷进了细沙当中 用这个铁鲜来传组 对对对 这个沙当里面垫 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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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番周折 一行人终于重新上路 当来到了一个名叫哈图塔拉嘎查的地方时 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湖泊湿地 正巧 有一位渔民刚准备出发 征得他的同意后 考察组随他一起前往 行进了大约二十分钟后 渔民突然将船停了下来 师父咱怎么不走了啊 前两天这里就是出那个灰火 我们有一把人都不敢进来这几天 从渔民那里 从渔民那里 考察组了解到 前方的鲁尾荡周围 时常会有奇怪的蓝色火焰出现在水面之上 忽隐忽现飘来荡去 令人心生恐惧 当地人谁也不敢贸然进入到那片水域中去 时隐时现的蓝色火焰 四周环绕的草丛林木 这些特征 与传说中的毒水泡的景象颇为相似 考察组决定 前往那片芦苇荡中 看看能否发现蓝色火焰 当船只距离芦苇荡大约二十米的时候 考察组注意到 这里的湖水呈现出暗黑色 就在这时 渔船另一侧的湖面上 突然漂浮起来一团团黑色的淤泥 渔船的炒碳就有自己的关系 它感觉腐烂以后 这些不是烂面出来一起 因为炒碳它的脚会比较轻 形成果冻状 随行考察的专家赵桂生解释说 这些黑色淤泥是由湖底的草碳层分解后形成 由于它是由一些植物残体组成的 重量较轻 所以能够漂浮在湖面之上 那么眼前的黑色物质 跟那些蓝色火焰 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这时 不远处的水面上 又浮上了一片淤泥 同时还伴有大量的气泡 这些炒碳有氨氮 你还能多种元素 在艳氧的作用下 形成这种气泡 赵桂生告诉我们 大家所处的地方属于沼泽地 而那些冒出湖面的气泡 很可能就是沼气 当沼气不断汇集 浓度逐渐上升 在外界干燥炎热的条件下 遇到明火时就极易燃烧 为了验证这种推测 专家决定现场做个试验 在专家的指导下 我们将收集气体的装置 倒放在水面上 可以 经过两个小时 我们已经收集了一瓶气体 要试着将它点燃一下 诶 它没有燃 有可能是收集的气体浓度度多 或者是跑漏的也有可能 专家更换了一个密封性更强的瓶子 延长了收集气体的时间 采用水下封盖的方式 对气体进行重新收集 气体采集差不多了 进行盖盖封闭 进行进行点燃 好 随着点火枪靠近瓶口 一束蓝色的火焰 瞬间被点燃 通过现场试验 并综合各种因素 专家推断 眼前这处湖泊 就是当地人所说的 毒水泡 随后 考察组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搜寻 又陆续发现了数十处湖泊 在一片茫茫的沙地荒漠中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水源地 又为何只有毒水泡 成为了一处能出现蓝色火焰的大沼泽地呢 经过对科尔沁沙地大范围海拔测量 考察组发现 海拔239米的毒水泡 是这片沙地之中相对较低的地方 比大青沟的海拔还要低出20多米 查阅相关资料后 我们得知 很久以前 科尔沁草原属于松辽平原 古大湖的一部分 而毒水泡 就位于这片区域里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 使得这里地表和下层土壤 长期保持湿润状态 随后 松辽平原古大湖开始隆起 逐渐形成地势平坦的平原 在如今的科尔沁草原一带 则被分割出了众多的小湖泊 而位于低处的毒水泡 由于土层长时间受到积水浸泡 土壤缺氧 湿性植物等有机物被缓慢分解 不断堆积形成草碳层 最终 变成能释放出大量沼气的沼泽湿地 专家告诉我们 沼气是一种没有污染的清洁能源 对当地村民来说 不仅可以用来煮饭 照明 还能代替汽油 柴油 沼气的推广和利用 既解决了当地村民的燃料问题 而且还能减少林木砍伐 对改善科尔沁沙地的生态环境 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地人告诉我们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鸟类 喜欢飞到这里觅食和栖息 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 珍惜丰富的动植物种类 加上别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 都使得这片湖泊湿地 不仅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还成为了一个具有生态旅游开发价值的 绝佳之地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毒水泡有的了解 现如今人们已经将其改名为东湖 资料显示在科尔沁分布着 三百多处或大或小的水潭湖泊湿地 丰沛的地下水和地表湖沼 让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 有了多种生存方式的选择 有的人放牧 有的人农耕 还有的人选择渔业 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农牧文化 同时有了充足的地下水 会让沙漠相对比较固定 也就是可以避免它们变成流动的沙丘 这对于逐步恢复当地的生态环境 有着重要的作用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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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